這次參與廚藝評鑑的學生共有200位 一叫中西餐、烘焙跟飲料自我專長 製作令人垂涎的料理或是平安蛋糕等等 兼具色香味讓專業評審談下分數 或透過評鑑認識學習成果的肯定 還可以藉此建議廚藝再升級 我們今天比賽的項目有小當家主 就是主菜的 烘調的 然後還有烘焙主 那他有餅乾 有點心 有蛋糕 然後有中式的麵點 然後還有影條主 那為了要讓學生了解 這一個學習的慎重性 所以我們請了很多位外界的專業專家 來指導學生 讓學生所學的成品能夠一一的呈現 並且把他的創意 他的設計理念都一起呈現出來 學生他們學習的能力還是蠻強的 那他們有加進自己的一些創意的元素 比如說這些把一些豬的東西做成那個豬小魚乾 我就覺得蠻欣賞的 因為吃起來真的口感不輸真的小魚乾 其中部份主生三養戰的食材 像是三青蔥還有五種空心菜 不但創意十足 更是美味跟養生的結合 這個空心菜好像 除了做成沙拉以外 你好像把它做成什麼 我們使用它的蔬菜萃取玉做成了果凍雕花 這麼做是因為萃取玉更容易攝取到它的養分 而且營養又好吃對不對 對 營養又好吃 我們有一個特別的創定 叫做美食與美容 我們用在地的食材 比如我們用三星蔥 還有我們的硬材 還有我們的哈密瓜 用在地食材來強調它的美容功效 然後順便推廣我們的在地食材 因為現場也有依賣蛋糕活動 所得款項將作為弱勢學生的免訓基金 所以有不少人的影響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採訪報導